大家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系统,感谢上线 我是佳恩,今天担任这场分享会的主持人 感谢大家在星期一的晚上还抽出时间来参与今天的分享会 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呢 我们的音响组已经把你们调成静音的模式 以免影响会议的进行 那谢谢大家的合作 那待会我们会有这个问与答案的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留言板上发问 我们稍后来解答 那用手机的朋友呢 等一下我们会在荧幕上放一些图片 如果太小的话 请你们自己拉大那个图片 现在大家都在因为 冠状病毒的这个清晰 很多人的工作其实都被受影响 甚至有些人还失去了工作 那在这移动互联网的大时代 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机会 怎样的一个选择 可以让我们放心 安心 也不需要任何资金或者是背景 就能够轻松创业呢 那今天呢 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讲师跟我们分享 这门崭新的创业商机 那让我们来欢迎他 邀请 新局 谢谢嘉安 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系统 感谢我的上线 自我介绍 我是新局 很高兴呢 有这个机会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门 崭新的事业商机 那现代人呢 记忆不离手 移动互联网呢 是目前 以未来呢 最大的创业商机 人工智能 几乎呢 已经可以代替 替代掉很多工作 比如说餐饮业 服务业 制造业 运输业 那甚至 其他专业的这个领域 如法律业 航空业 医疗业 工程业等等 那相信接下来 会有更多 意想不到的 这个行业 都会被 人工智能 所期待 那互联网 大时代的来临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危机 还是机会呢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危机 不难发现 很多传统生意的老板 还有许多大企业 都相续倒闭 可能你会想 我是打工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有关系 他们的倒闭 意味着上班族的 失业力 节节上升 虽然物联网 以这个人工智能 带来实体业 以上班族 很大的这个危机 但是也同时 崛起了很多 网络企业 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 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例如亚马逊 还有这个 阿里巴巴 还有就是面子厨等等 那根据报导 在2020年全球有超过 20亿人 透过网络购物 消费总额 是达4亿美元 一季呢 2025年呢 会有超过25亿人通过网络购物 消费总额达12.8兆美元 那看到这个数据呢 你可能也想在网络创业 但是网络创业的平台啊 那么多 要如何做选择呢 也许您已经在这个网络经营电子商务 或者您不曾经营电子商务 都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 那一般人是如何经营电子商务呢 那一般人呢 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微商 那一般的微商所面对的烦恼 无碍事囤货 这样呢 才能够争取较低的这个价格 再来就是包裹物流 很多都需要自己包裹 自己送寄货 那还有就是汇款方面 竞限于国内市场 再来就是劳资成本 总的来说呢 如果微商想扩大他的营业额 就会面对囤货 只要营业额够大 就需要仓库来囤货 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生意越大 不够时间做包裹寄货 就要请员工 需要给工钱 但是生意额限制在国内 所以收入呢 也被局限 那以上是大部分微商 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一再证明微商 并不是很理想的网络创业平台 这样做 其实等于把传统生意 搬到线上做而已 还是会面对传统生意 所不想面对的这些 劳资问题 那怎么办呢 生活在互联网大时代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如果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 又想在网络创业 是时候我们来研究 一环球事业 那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 说一环球绝对是您 想要的国际网络创业平台呢 那首先 我们来研究一环球 无需囤货 无需资金 而且是免费加盟 24小时全年营业 开阔全球分店 我们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线上运作 那经营权呢 还能够实习传承给下一代 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 都想把建立起来的事业 代代相传 如果我们把一环球事业 建立起来 随时都能够转让给下一代 那再让我们一一来探讨 到底一环球具备什么优势 与独特性 首先 一环球投入庞大的资金 做研究开发和厂房设备 一环球在美国 新加坡上海都有自己的厂房 公司布袭成本 采用最尖端的科技 和最先进的这个机器设备 以确保把最安全 保留最高营养价值 而且最有效的产品 交到消费者手上 怎么说呢 研究开发和厂房的这个投资 都是对消费者的潜意 也是对经营者开拓 这个国际企业 最有利的这个优势 因为产品是一个企业的命脉 那一家公司 拥有自己研究开发 证明他有永续经营的诚意 只有拥有自己的研究开发 才能够确保能够制造出 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 而且在这个有研究开发 才有办法提供 这个符合每一个时代的 市场所需的这个产品 有竞争力 就好像手机一样 有研究开发的公司 不容易被淘汰 那如果能够做到 那怎样能够做到呢 那一环球呢 是拥有自己的这个科技软体 ELECT 通过这个APP呢 只要输入地址 就可以寄货到一环球 所进入的国家 而且呢 是自动物流机制 完全不需要自己包裹 寄货 而且呢 无需承担物流的风险 那一环球的APP呢 还有e-wallet电子钱包 那一环球电子钱包呢 就是一个金融系统啊 通过一环球电子钱包 我们可以转账付款 一环球也接受信用卡 PayPal 支付宝 微信支付的付款方式 那通过ELECTAPP呢 我们就可以24小时 全年营业开拓 全球十多个国家 未来呢 将进入50多个国家 的这个市场啊 那接下来 让我向大家介绍 一环球的创办人 陈兆飞博士 那陈兆飞博士呢 是营养免疫学的创办人 也是这个领域的前卫 他是一名微生物科学家 他研究癌症 长达30多年 那兆飞博士获奖无数 包括美国十大 杰出青年奖 国际本草学会最高荣誉 Martin Dilacus奖 那此奖项呢 被誉为本草学界的 诺贝尔奖 而且呢 还被推选为 世界杰出华人 那赵飞博士的 这个著作繁多 例如呢 打造黄金免疫力 营养免疫长寿 除此之外 一环球还有专业的领航团队 包括专业医生 法学博士 电脑科技专家 还有金融管理专家 那这代表呢 如果我们选择 以一环球合作 我们就有这么强大的 这个国际企业团 领航团队 做我们的后盾 而赵飞博士呢 他创业的宗旨 就是要教育人们 营养免疫学 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 那讲到营养免疫学 我想请问大家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在哪里呢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什么是免疫系统呢 免疫系统是由多个器官 所组成 包括淋巴 皮脏 胸腺 骨髓 甚至盲肠和扁桃体 都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 唯有当免疫系统 处于健康状态的时候 他才能够保护 人体免疫疾病 因为根据 营养免疫学专家的研究 90%以上的疾病 都是以免疫系统 故障有关 那为什么我会说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是免疫系统呢 因为他每一天 24小时都在帮助我们 做三大功能 也就是抵抗 清除以及修补的功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做抵抗功能的细胞 那左边这个呢 是B细胞 B细胞呢 能够产生各种的 这个抗体 对抗各种各样的 细菌以病毒 我们一生中啊 能产生超过 10亿种不同的抗体 对于曾经 对抗过的这个病毒啊 B细胞会有记忆功能 当他碰到同样的病毒时 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产生所需的抗体 去消灭他们 那右边这张呢 就是红色的呢 是人见人怕的癌细胞 那周围这些白色的细胞呢 是自然杀手细胞 NK cells Nature killer cells 那自然杀手细胞呢 是癌细胞的克星 负责摧毁各种体内的癌细胞 当他发现体内的癌细胞的时候 他会把癌细胞消灭变成纤维状 而这些被摧毁的癌细胞呢 需要靠另一种细胞 把它排出体外 那这张图呢 就是免疫系统的清除功能的细胞 那左边这个有触爪的细胞呢 是巨石细胞 它会伸出它的触爪 把体内的病毒 大肠杆菌 及各种的毒素垃圾啊 勾着 然后呢 张开他的嘴巴 把垃圾吞掉 饱和了过后呢 通过痰 把这些垃圾排出体外 所以啊 赵飞博士称它为 体内的 人体的这个清道夫 那幼图呢 是血管的 这个负责清除工作的 吞食细胞 它以蠕动的方式 吞食血管中的 这个胆固醇 三酸肝油脂 以及这个各种的毒素 那通过啊 大小号呢 排出体外 接下来呢 是修补功能 那身体受损的组织 和这个器官呢 会自行修复 举个例子 为什么有些人的伤口呢 很快就愈合 而有些人的伤口呢 却很慢愈合呢 其实啊 快与慢呢 就在于他们的 修补功能的强 异弱 那 营养免疫健康呢 有什么关联呢 根据营免疫学 专家的研究啊 一个人要获得健康 免疫系统 必须要强壮 而增强免疫系统 必须实践 健康作息 那就是充足的睡眠 和适度的运动 保持愉快的心情 和摄取正确 纯净 以及均衡的营养 那根据营养 免疫学专家的研究 免疫系统需要 不同的营养 来对抗不同因素 所导致的癌症 那第一种癌症呢 第一种导致癌症的因素呢 是 致癌的荷尔蒙 和各种化学毒素 在我们的饮食中啊 会摄入肉类和海鲜的 动物性荷尔蒙 还有呢 就是当压力的时候 人体会产生一种 有毒的荷尔蒙 那大量不同种类的 植物养素啊 就可以对抗荷尔蒙 以及化学毒素 而导致的癌症 那第二种导致癌症的因素 是自由基 那煎炸的食物 吸烟 各种空气中的毒素 太阳子外线身体的新陈代谢 会导致 自体产生自由基 而抗氧化剂呢 就是扫除体内自由基 抵抗自由基导致的癌症 现代的人啊 面对各种病毒的威胁 而且呢 还面对辐射 所以人体啊 需要多种类的多糖体 来预防辐射 及对抗病毒 所导致的这个癌症 那什么是 基本营养 什么又是 营养免疫学食品 您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那基本营养 例如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他命 脂肪和矿物质 这些营养呢 只是提供人们 基本营养 维持生命 那90%以上的疾病啊 都是与 免疫系统有关 而营养免疫学呢 就是提倡 抑防胜移治疗 专门研究 能够提供 免疫系统的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 以及多糖体 那经过 营养免疫学专家 超过30年的研究啊 以科学研究数据 证实摄取 正确的营养 能够让人类 获得健康长寿 那请问 那请问 我们要做生意 是不是要有市场呢 一环球啊 最优势的就是它的健康产权 营养免疫学 而且呢 一环球的产品 追求的就是独特 安全有效 那独特在于一环球的产品 是自己生产 自己制造 自己销售 没有经过带领 市场上买不到 这就是独特 那安全方面 就是经过 2000多种安全检测 甚至采用 不需要添加 任何防腐剂的包装 让零岁到老 甚至连孕妇都可以使用 健康时 使用产品能够做预防 生病时使用 就能够减缓恶化 以及加速康复 那有效在于一环球 是以营养免疫学 为基础做研发 所以产品的这个功效呢 是以科学的数据来证明 它能够提高免疫系统 让每一个使用者呢 能够获得这个见证 那市场上呢 只有一环球 拥有全身调理计划 包括 血咒曲 迅菇 炼煤 心欢 藤蜜和巧律 那首先就是富含 植物营养素的血咒曲 它结合了超过 一万多种植物营养素的仙人掌 和富含人参兆肝的西洋参 那血咒曲 能够快速提升免疫系统 有效抵抗荷尔蒙导致的这个癌症 帮助消炎 以及加速伤口愈合 那以及多种类的 多菇类 多糖体的这个驯菇 主要成分呢 有多虫下草菌食体 五绒 植绒 巴西蘑菇 还有绝明子和蓝莓 能够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量 高达49倍 快速的消灭 毁灭掉细菌病毒和癌细胞 自由基 是老化的这个罪魁祸首 那科学家证实 抗氧化剂有效对抗自由基 炼煤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来自大自然界的 高抗氧化剂的几种植物 比如仙人掌果实 玫瑰 枕叶樱桃和蔓延煤 使用玫瑰 能让身体产生足够的胶原蛋白 延缓老化 以及加速这个细胞修复和再生能力 那从我们未出世 心脏就不停的跳动 但是如果要如何知道一个人的心脏是否健康呢 那就要检测他的心跳 比如说检查胎儿的心跳就能鉴定胎儿是否健康 那心肝呢 主要成分就有三渣 蓝酶 腹盆酶和蔓延酶 能够滋养血管中的这个吞食细胞 强化心脏功能 再来就是肝脏呢 负责500多种功能 但他却没有痛感神经 大多数的被确诊的这个肝脏疾病啊 往往已经是末期了 所以啊 鼓励大家采取 预防肾瘀治疗 那藤蜜的主要成分是 万寿果 西洋参和罗汉果 那这些成分呢 是滋养肝脏细胞所需要的营养 想方便天天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及纤维吗 那强烈推荐您 美味可口的巧律 主要的成分是大豆 十多种蔬果和洋车钳子 一包巧律呢 只有150大卡 是现代人理想的完整代餐 有些人可能会说 选择一两样来使用 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需要使用全身条理计划呢 其实啊 因为人体有80兆的这个细胞 免疫系统和 以前生的这个九大系统啊 都是细细相关的 免疫系统在身体 可以存活90到180天 所以要让身体的细胞啊 再生一年呢 必须至少滋养90天以上 一些交严重的疾病啊 往往都是由一个 或者多个系统所引起的 所以以全身条理计划开始 让全身细胞器官 得到全面的滋养 你条理呢 才是获得真正的健康 那了解了以上的 独特安全有效的产品 现在呢 让我来和大家讲解 一环球的制度 那一环球奖金分配简单 透明化 而且呢 没有关卡 那一环球会员呢 是免费加盟 一美金等于1SV 组织第一代的SV 叫做DSV 那只有PSV200 DSV400以上呢 就可以享有2乘10% 至DSV3200 就可以享有最高7乘共 50%的奖金分配 那如何设定目标呢 第一阶段 自己成为精英3200 那第二阶段呢 产生4个精英3200 那3200乘5 等于16000的业绩 乘上10% 我们就能够享有 1600美金的业收入 那第三阶段呢 教导协助我们的6家分店 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教导协助 每家分店赚取1600美金 那1600美金乘6 就等于9600美金 加上自己的320美金 我们的总收入 就可以来到9920美金 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哦 那有些人虽然听了 一环球的创业优势 但是他可能会告诉我说 没有兴趣 或者说我很忙 你看我哪里有时间做呢 又或者说 我家人不喜欢我做这些 等等等等的想法 那我就会跟他分享 我之所以会投入一环球事业的 一个观念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那你有听过 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吗 您的职业就是 您所做的工作 是属于您老板的 您在整个企业中 是有一个特殊的功用 假如您不做这件事情 有人会做 所以在任何职业上的 任何工作 都不是您最后的目标 而是 而只是透过一种方法 通往您的目的地 也就是您的事业 那唯有您的事业 才是属于您的 您自己的 这是您的计划 您的梦想 您的生命 在整个事业中 您有很多事要做 并要求都能做到 能做得好 但是在完成每件事的中间 您要能在其中看到未来 就算您在做一件 不起眼的事情 也要想到 这未来可能有的成就 因为您不是在寻找 一个更好的职业 您是在寻找 一个更好的事业 那首先 我们来研究 什么叫生存性的收入 生存性的收入就是 有做有收入 没有做就没有收入 所谓守停 口就停 刚才我提到的 微商上班族 专业人士 比如医生 律师 工程师等 他们的收入 都处在生存性 举个例子 假设 我是一位医生 一天只能看 多少病人呢 收入限制在 个人的体力和时间 所以收入 很难增加 那为什么 很多人 想要做生意呢 例如中小企业 老板 因为老板 可以请工人 开分店 无需靠个人体力 以时间的限制 但是发展性 会面临一些问题 老板必须 面对资金 薪水 花红 设账 等问题 所以负担很大 例如老板 想把生意扩大 但是没有一定的 生意量 无法承担租金 等等 又或者收不到账目 会导致血本无归 所谓赚十年 亏不起一年 就如1997年的 经济风暴 还有目前面对的 这个疫情和网络的冲击 导致很多传统实体业的 这个老板 也面对危机 负担大于结果 那我们要如何摆脱 生存性的 和发展性的收入问题呢 除非能来到安全性收入 然而市场上 只有3%的人 拥有安全性的收入 例如大企业家等等 那有些人也会 也许会想 反正我不求大富大贵 生存性收入也没关系 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借以25岁 踏入社会工作 工作到65岁 这间中有40年 打拼的时间 我们都是一个人 在工作 在这40年里面 我们不能发生任何意外 比如工作意外 交通意外 健康上的意外 那万一我们倒下 发生意外倒下呢 家人怎么办 要我养的人 全部直接受牵连 假设我是一个老板 我生意做得不错 但是 如果我发生车祸倒下 我的孩子还小 他也不能续成我的生意 又或者说我是一名医生 我的孩子不是医生 如果我不幸倒下 我的专业没有办法传承 所以呢 我们40年里面 还是一个人在工作 有风险啊 那了解了40年 一个人工作 有那么大的风险 我们有没有方法 将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 有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 它叫做倍增 那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 倍增市场学 那什么是倍增市场学呢 举个例子 假设第一个月 我们自己研究探讨 认同过后 我自己就是总店 第二个月 我们找一位朋友 他也研究探讨 认同后加入 我们就有两间店 第三个月 我们各自开一间分店 我们一共就有四间分店 继续开下去 第四个月就有八间 第五个月就有十六间 第六个月有三十二间 第七个月有六十四间 第八个月有一百二十八间 第九个月有两百五十六间 来到第十个月 一共有五百一十二间分店 那第十一个月 有一千零二十四间 第十二个月有两千零四十八间 第十三个月有四千零九十六间 以此类推 第十二十个月就有五十二万间分店 如果再继续倍增下去 到了第十二十一个月就有一百万 第十二个月有两百万 第十三个月有四百万 继续倍增下去 来到第十三十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分店就会倍增到 五亿三千六百万间的分店 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跟大家 谈数目制的游戏 而是想告诉大家 倍增的精神点 不在前面的一二四八 而是在后面的五亿三千六百万 那通过倍增 两到五年呢 假设组织一共有两千分 两千分店 那如果其中一百家分店 开业四个小时 您一天就有四百个小时 每家分店都有二十个固定的消费家庭 组织就有两千个消费家庭 那只要每个消费家庭 每个月消费两百 整组就会有四百千的业绩量 那乘上十八千的奖金 就会有四万美金的收入 所以通过倍增 你能够倍增什么呢 您倍增人 倍增业绩 还倍增收入 不仅如此 您还可以倍增时间 同时解决我们四十年 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并来到安全性的收入 那我选择一环球 国际网络创业平台 因为它具备了以上 跟大家分享的五大要件 就是公司 产品 制度 市场 交易 切一不可 那一环球拥有 超过三十年研究开发的信誉 独特安全有效的这个产品 人性化的这个奖金分配 制度 以及广大的国际市场 除了选对 网络创业平台 我们还需要一套 已经被印证成功的 交易团队 那就是EVG系统环球 EVG系统拥有二十年历史的最佳成功团队 它能够协助组织成功创业 倍增组织以及业绩 打造永续经营的这个企业 那 EVG系统环球呢 之所以能够持续 不断地诞生成功的领袖 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 一对一栽培 EVG团队也提供 各种培训课程 协助我们扩展组织 例如成功大会 国际事业研讨会 那现在我们做线上 EVG也提供我们 掩图视频会议 提供世界各地的伙伴 同步培训做交易 那EVG系统环球呢 还提供我们面子书 最新资讯 EVG也拥有自己的 系统网络 系统网站 那系统电子资料库 收集了产品解说 以及见证 事业解说 以及见证的这个视频 系统还有Facebook YouTube 还有优酷 系统超级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产品见证 和事业的见证分享 大家可以把分店 带进这个平台一起学习 那只要懂得 善于利用 这些系统提供的资源 就是借力死累 少费力 那各位来宾 E环球 以EVG系统环球呢 将协助您 开创国际事业 实现同时享有 金钱 时间 以及健康的人生 我 陈兴菊 在此代表 系统环银 您的加入 那我预祝您 创业成功 美梦成真 我的 那我的 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兴菊的分享 那通过他的分享呢 我们也更加了解 应该如何去选择一个网络平台 我们才能够安心创业 那成功创业必备的五大要件 也就是公司 产品 制度 市场 还有教育 才可以让我们成功创业 那我们也了解了营养免疫学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也有很多朋友们 也通过营养免疫学的食品 迎回健康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一位朋友 今天他会和我们分享 他从备孕 到怀孕的这个过程 而且听他说 他从小都有这个贫血的问题 那这位妈妈是如何照顾自己 和宝宝的健康 直到生产的呢 那欢迎苏婷 与我们分享 欢迎他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婷 那今天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备孕到怀孕中的一个过程 其实 我结婚之前呢 就想要有个宝宝 因为本身很喜欢小孩 那也非常顺利的呢 怀孕了 那从怀孕到备孕的时候 都没有使用 从备孕到怀孕 都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 因为呢 从小就有这个 贫血的问题 像主持人说的 那我就 所以也非常呢 担心啊 怀孕的过程呢 会造成这个贫血更加严重 因为了解营养米医学 所以非常相信产品 我呢 就大量的使用全身调理 也就是呢 练眉 邪奏曲 还有 训孤 哎呀 训孤 还有 还有我的 soy green 巧律 新欢 还有就是这个 藤蜜了 那 这 就是我在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我在使用 这些产品的一些图片 就是 也可以 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配汤圆也可以吃 就是很方便的一个食品啦 那 那我是怎么喝的呢 每天呢 就是 结婚之前的一个月 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前一个月呢 我就开始使用这六个产品 可是 邪奏曲和练眉呢 各喝六十 六十毫升 其他的产品各一包 那有时候啊 到了这个 三点啊 或者 十点的时候啊 晚上十点就会开始有点饿 所以我也会去使用一个 专件 嗯 那其实啊 怀孕过后呢 我还是继续使用全身调理的 我并没有吃任何医生开的药啊 比如这些叶酸啊 还有 钙片 所谓人家说的补品啊 我都没有去使用 因为我知道啊 完整性的食品 一定比抽取的 来得好 而且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那 吃这个 吃这个 专件啊 其实也是可以补充我的这个 蛋白质 也同时呢 可以让我没有这么疲劳啊 还有 也是补充我的精力 也可以给孩子 最好的营养啊 那其实 我也有去 跟 我在怀孕过程还是有去运动的 那我跟先生就会一起去运动 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一起 去使用这个 专件 到了生产前的两个星期啊 我也有加量 我的斜奏曲呢 跟这个炼梅啊 都加量到 一天一小包 其他的就造就了 所以其实 就来 就因为我要 为那个生产做好准备啊 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嘛 我从小就有这个 贫血的这个问题啊 那我编这张呢 就是我的 六个月 我怀孕六个月的这个 咽血报告 我的这个HP 也就是Hemoglobin level呢 是9.3的 那 就是在我生产的那个时候呢 已经升到了10.8 所以真的非常庆幸 他没有 我的 那个血液 包括没有降 变低啊 更的变得更低 那还有一件事呢 我非常开心 就是生产前的这个体重 就是73公斤啊 那我宝宝呢 现在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 我现在的体重是62公斤啦 所以整整减了11公斤 所以真的很开心 那怀孕前的这衣服啊 现在都能穿上了 我现在每天呢 都给宝宝喂母乳 那我还是一样的 照常使用产品 给自己健康 还有给自己营养 同时呢 也给宝宝啊 最优质的母乳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先生 还有我的宝宝 这是我跟宝宝的合照 那真的很开心啊 看到宝宝呢 一天一天健康的成长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陈召飞博士的研究开发 让我呢 和家人都隐回健康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舒婷的分享 也恭喜他 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也健康的瘦下来 那通过他的分享呢 真的感受到原来怀孕啊 有营养免疫学的食品陪伴 感觉轻松很多啊 不用担心妈妈 或者是宝宝不够营养 那该再次恭喜舒婷 那在这里呢 我也是要声明 一环球的产品 乃草本 补充性食品 对健康维持有很好的注意 一环球从不主张任何形式的自我诊断或医疗 若您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 请寻求专业的医师的诊治 那我们听了那么棒的见证 那我们当然也有伙伴和我们分享他为什么从十一环球事业 那这位朋友呢 他是很有才华的哦 那同时他也是因为兴趣当了一名音乐老师 可是当了十五年的音乐老师 导致他的声带严重沙哑 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老师这个职业应该是铁饭碗 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 当了十多年的老师 他会选择投入一环球这个事业呢 那现在我们来欢迎杨佩佩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他 好各位线上的来宾 大家晚上好 感谢系统感谢上线 我是佩佩 那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罗佛州巴主巴侠 我有一位哥哥一位姐姐 然后我派行最小 那从小呢 我就是非常热爱音乐 所以我在修读行政管理大学课程的同时呢 我兼职教电子琴 及儿童歌唱培训班 那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没有看过 什么是电子琴吧 因为这个电子琴已经被淘汰多年了 那这就是我当初的电子琴哦 好 然后这是我之前 我所指导的这儿童歌唱培训班 那在大学毕业后呢 正好面临金融风暴 本来想去新加坡找工作的 但是呢都找不到 后来我就只好在家乡的一家中小企业 担任人事部主管 说是人事部主管啊 我还要当老板娘的助理 负责很多高级打杂的工作 那所以我每天都是最后一位 放工的职员 这样呢我才能够向老板娘呢 汇报一整天的工作情况 那我几乎每一晚啊 都是九点 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啊 然后回家吃晚餐 那我在那边工作 两年的期间呢 就有三位的同事啊 请产假 那所以他们的工作呢 也全部交给我做 那我的工作量增加 但是薪水却没有增加 而且老板娘的脾气啊 是非常的暴躁 导致员工每天都处于 高压的环境底下工作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热爱的音乐啊 我就决定全职教唱歌 那我的学生呢 就有从小朋友到乐林人士 有一对一到合唱团 这是我合唱团的团员的照片 那其实这样的教课呢 也挺开心的 因为这个是我的兴趣嘛 那但是呢 收入并不是很稳定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中学的校长就聘请我 回母校担任音乐老师 那其实当时的我呢 很害怕会误人子弟啊 因为我毕竟不是属于音砖 修读音砖的这个科系 但是非常感恩校长呢 对我的器重及信任啊 然后让我有勇气去挑战 那当时全校有50多个班级 那其实只有我一位音乐老师啊 所以我必须负责全校 就是全初中 一共有29个班级 那我的每一个班级呢 差不多都是有40多位的青少年 那在教学上呢 就遇到了很多的棘手的问题了 嗯 都因为都说是青少年嘛 那所以 他们都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性格 而且是处于叛逆的年龄 所以的确不太好教 那我教课时呢 是需要一直重复示范交唱 所以也累积了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就例如声带严重撒哑 然后体力透支 再来就是甚至是 这个呼吸道过敏的问题 那15年来呢 我是一直硬撑着 用我那已经撒哑到不行的声带 来不停的教课 那工作繁重再加上自己的健康不好 所以呢 经常力不从心啊 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意识到文凭的重要性 所以我就向中国大学 申请在不影响我现有工作的情况 而能够修读音专课程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课程 但是他们却提供给我修读 三年免费的硕士课程 所以等于说我是属于跳级 不需要读大学 而能够直接读硕士课程 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啊 但是呢 这也意味着我必须要 放下我这里的工作 去修读 去中国修读三年 这是他们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 这也表示说 我这三年呢 是没有收入的哦 而且我的父亲一个人在家乡 所以我没有办法能够讲说 就这样子逃下他嘛 所以就想到这里呢 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我以跳级的方式 考获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ABRSM的 钢琴和声乐第八级文凭 也就是符合教学资格级别啦 那其实我一直都有想要创业 正好那是我先生的朋友 拥有马来西亚指纹分析测试的代理权 当时我们也挺感兴趣的 因为也是在做教育 那而且呢 又有机会啊 能够创业 于是呢 我们就决定和他合作 并且策划 要开办这个不同的才艺课程 没想到在开幕后的 隔一天啊 对方就拿了一份特许金赢的协议书 内容写着 要我们缴付几万块的这个特许金赢费 而且每年呢 还要给他那个营业额的佣金啊 看到这里呢 我们没有签下这份协议书啊 于是我们的教育中心呢 就只开办课程 而没有做这个指纹测试的部分 那这时我的上线呢 也是我的姐姐 她看到我一心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嘛 但是却兜兜转转啊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呢 在聊天中 他问了我两个问题哦 他说 配 你知道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吗 接着他又问 五年后你想过着怎样的生活 当时突然间好像一眼惊醒梦中人啊 接着他又说 成功的人生是应该同时拥有时间 金钱及健康啊 这个问题忽然震惊到我 因为当时这三样啊 我一样都没有 反观呢 他从事一环球啊 金钱时间及健康 他都已经拥有啊 他整个人的精神和气色 还有生活品质都很好 而且还能跟着公司啊 环游全世界哦 每回他拍了许多的照片回来 都让我羡慕不已 虽然我也曾经去过 别的国家去旅行啊 但都是属于邻近国家 而且都是得自掏腰包 回来后呢 两手空空了 又得继续努力工作啊 所以真的很不一样哦 那我当时就在想啊 我们姐妹俩啊 都是在为自己的工作 很努力付出啊 但是为什么结果却不同呢 这时就让我心里很不平衡啊 其实我的身带的问题啊 就让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我在想 如果我的这个身带坏了 而不能够继继续教课啊 那么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那我是不是从此我不能够再继续踏上舞台啊 在因为舞台就是我的生命嘛 所以当我不能够再继续站在舞台发光发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 我觉得我会觉得我会很泄气啊 所以呢 这时候我就想起我姐姐和我分享 其实我们人从25岁到65岁工作 这40年当中 我们人生是充满着冒险 我们不可以因为疾病而倒下 我们不可以被裁员 不可以遇上交通意外 不可以因为人工智能啊 而被取代 那打工的致命伤呢 就是年龄啊 那当时也正好 我正好步入中年啊 我就在想 有什么工作 是不需要考量 我们的年龄 学历 背景 还有相关经验 就可以一辈子坐到老啊 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同事 他们退休了之后 到了退休年龄 那因为学生人数也逐渐减少 那么也被迫的必须要 也必须要平直啊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 如果到了退休年龄 我如果不能够继续工作的话 到时候的我是不是会觉得 好像人生没有了意义啊 所以经过一番生思呢 我决定辞掉了15年的音乐教学生涯 转换跑道 往预防医学及开拓网络企业教育发展 同时兼职教音乐课 那虽然我的姐姐呢 在新加坡 那我在马来西亚 但是因为互联网 而让我们能够零距离地紧密配合 生活非常充实 且有价值啊 回想当初自己创业 还没赚钱啊 就要花五位数的资金啊 而且还为了要节省开销 没有聘请员工 全部一脚踢啊 来创办那个音乐教育 来创办那个教育中心啊 而且呢 还要具备相关的领域的知识 及了解政府部门的处理程序啊 而且开一间小店 只能够做本地区域的生意 而不能够开拓国际市场哦 那反观亿环球事业 无论是工厂 产品 囤货 包裹 物流 科技软体 法律上种种的问题啊 都是由公司一手包办 我只要自己吃到健健康康 啊 便能够在本地 开拓国际市场 赚美金 花马币 真的是太棒了 再来就是我们拥有优秀的 这个EVG团队啊 能够让我们轻松的 从外行走入内行 然后一对一个人在赔 然后组织培训 让我们呢 能够轻松创业 那经过不到一年的付出和努力呢 我也得到了一些所得啦 首先呢 就是我的健康哦 那以前 体弱多病的我啊 面对了点条腺发炎 皮肤腺 呼吸道过敏 内分泌失调 脂肪肝 高胆固醇 以及子宫内膜异味症等等问题 都让我通过使用营养免疫学食品 而一一解决 第二就是 我从2020年1月至7月 这7个月的时间呢 让我成功的挑战到 一环球的免费旅游 也就是云南探索之旅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旅程 因为提到姐姐呢 提到公司每次都很精心策划 给我们贵宾式的招待 而且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去探索世界 真的让我非常期待 那第三就是生命成长 我想要 借此呢 感谢我的上线 也就是我姐姐 她一直非常的耐心栽培 让我成长自己 了解自己 让我知道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那我也很开心的 能够参与这样 这个组织的种种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我很喜欢 这积极正面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活动 就是系统成功大会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组织呢 也有举办读书会 这读书会呢 让一个从负面思想的我 变得更正面 更阳光 那我也很高兴 能够和自己的学生 一起开拓这个网络创业 网络企业 让我们一起做了 那么多场的直播教学 看到她从一个 如此内向的女生 变得积极阳光 真的让我倍感欣慰 那最后我以这两句 我人生的座右鸣 来与大家共勉 改变是痛苦的 不改变会是更痛苦的 再来就是 吃别人不愿意吃的苦 想别人想不到的苦 那在此我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作为一个有理想 有盼望的人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佩佩的分享 也恭喜她 赢回她的健康的同时 也获得更有价值的人生 那通过她的分享呢 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每一个工作 其实都有这个顶性的 而且呢 我们一直都是在用 我们自己的体力 和我们的时间 换取金钱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选对的事业 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才能够在对的地方去努力 那相信通过刚才的分享 大家会有一些疑问 那么我们开放一些时间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 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也会尽量回答 所有人的问题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这个留言板上面看到 就是有一个朋友的问题 就问到 我身边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说你们这行没有底薪 很没有安全感 那上班比较有保障 要怎么回应呢 那有哪一位 那这位问题问得很好 那有哪一位问与答的小组的伙伴 可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吗 哈喽主持人你好 我可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 好谢谢 那谢谢这位伙伴的提问 你是你是讲说 觉得上班有一份收入 会比较这个保障 然后觉得从事一环球 没有这个底薪 就没有这个安全感 对吗 我相信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有这个疑问 尤其是长辈们 其实他们是以为 从事这个一环球 就要马上辞职掉你的工作 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系统大部分全职的伙伴 他们也是从建职开始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哪些工作是有底薪的对吗 就比如像上班族 专业人士等等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收入其实是有分为 这个三种收入的 那我现在让大家来看 你们想要追求的是哪一种收入 OK第一种收入呢 就是生存性收入 生存性收入 简单来讲说 就是我们用自己的体力 跟时间去换取我们的收入 就是有做才有收入 没有做呢 就没有收入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什么是这个生存性收入 这个就是手停口停 那这个生存性收入呢 有哪一类工作是属于生存性收入的 第一个就是上班族 上班族大家都知道时间 还有收入都是由老板来掌控的 都是要靠自己 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 还有自己的体力精神 去换取这个收入 有做就有 没有就没有 有始至终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工作 再来呢 还有就是这个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呢 虽然说他们 他们的这个月收入 是有来到这个五维数了 可是还是跟上普通的上班族一样 因为他们的收入跟时间 还是由老板来掌控的 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这个风险 专业人士就像是医生啊 律师啊 规计师这些等等的 而且上班族跟专业人士 他们还要面对到多一个风险 那就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这个风险 可以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 上班族跟专业人士 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啦 而且还要面对到很多的这个风险 那是什么风险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40年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一般人哦 25岁毕业嘛 毕业开始出来的时候会工作 就是这样子一直做到65岁退休 这个是很长的一个时间 40年 而在这个40年当中呢 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打工 那请问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40年里面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首先就是这个交通上的风险啊 因为每天都要去上班啊 是很难免啊 可能会遇到这个交通上的意外啊 这些也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工作 就会面临到失业的这个危机 再来就是工作上的风险 就以现在这个疫情来讲 很多人其实都是面临到被减薪 甚至是裁员 还有呢 就是健康上的风险 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身体会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 也会随着提高 当我们的健康倒下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再工作 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失业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车子房子都还要工 而且孩子如果还在求学 再加上家里又有退休的这个父母亲 万一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了这些收入 那我们要怎么办 相信大家都 都有在想要怎么样把 这个40年一个人的工作的风险 降到最低 其实 一环球事业呢 它就能够把 这些风险降到最低了 因为透过被减 可以突破个人时间 还有体力 那让我们来看 什么是这个被减 我们从事一环球事业 它是通过网路开分店的 假设说你的组织分店里面 有100个人 在这里呢 就可以说是在倍增 人力组合 那每一个人 用4个小时在线上做分享 做教学 这样呢 你一天就会有这个400个小时了 在这里呢 就是在倍增我们的时间 而这100间网路分店 假设说每一间分店都懂得去做教学 服务20个消费家庭 那你的网路一共就有2000个消费家庭了 当每一个消费家庭呢 每一个月消费200美金 这样呢 你一个月就会有40万的这个业绩 在这里就是在倍增我们的业绩 在乘上这个10%的奖金呢 就有4万美金的这个收入 在这里就是倍增我们的收入 所以通过倍增呢 我们能够倍增人力组合 生意额 收入与时间 这个才是真的有保障 同时它也能够解决我们 40年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并且让我们来到 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全性收入 在这里呢 想问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去算过自己一生 当中可以赚取多少钱 如果没有的话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一般人平均呢 都是一天工作8个小时 然后一个星期上班5天 那么我们一个星期 一共工作40个小时 一年呢 一共有52个星期 然后再扣掉两个星期年价 那么我们一年就工作2000个小时 如果40年里面 每个月都有工作 那么在这一生中呢 我们算算来会有这个8万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就假设说 以一般上班族来说 一个月的收入有4000块的话 平均每个小时的工资就是 20块 那么40年呢 一共有160万的这个薪水 一生中可以赚取这个160万 大家在这里会认为 是足够吗 会觉得够吗 160万在一生当中 有没有算过 你的这个 梦想 你买一间梦想屋 要多少钱 一间一间中下的房子 可能500千 加上这个银行贷款利息 差不多都要800千 甚至是更高 还有就是梦想车需要多少钱 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生活费 教育费 一个孩子0到21岁 需要的这些费用 再加上个人的这个生活费 还有旅游 如果40年只是靠个人的体力 和时间换钱的话 有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的梦想什么时候 才可以实现 160万其实 看看起来很大 但是这160万 并不是一次过给完我们了 是要做工一生 这样40年做 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子慢慢给 有做才有 没有做就没有 其实从我们25岁 一直工作 到65岁 忙忙碌碌 过了半辈子 40年里 始终都是靠个人的时间 还有体力去换钱的 而且现在这个疫情 全世界的打工组 都处于危机当中 担心被裁员 也有担心被减薪 其实我们真的要把这个 传统的思维换掉 就是不要认为有底薪 就有这个保障 其实像刚刚提到那些 40年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大家会了解到 其实一点保障都没有 唯有突破个人的这个时间 还有体力 才能够摆脱 40年一个人工作的风险 应该要去掌握 一份时间与收入 都由自己掌控了这个事业 这个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 这些身边的朋友 也给他们这个机会 来深入的探讨 以环球这个事业 那以上呢 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Alex的分享 那其实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也是问过啊 就所以我也很感受 Alex的分享 原来我一直以来也是 处于在这个生存性的这个收入啊 就是有去做工 我才有收入 手停 口就停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 最近 就前三个月 出一次车祸 真的当下 很感受 就是意外 也是无处不在的嘛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在一环球 创造这个安全性的收入 才能把这些风险 降到最低啊 那我们 那我刚刚也是有看到 一位朋友就是有问到 我们这场分享会 有没有英文的 那也谢谢爱玲 帮忙回答 这个朋友的 问题 其实我们每个 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都有一场 英文的OPP的 这个分享会 那也可以跟你 带你来的朋友 来索取这个连接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的问语答环节 就到这里 那我们 感谢观看